它是芥蘭菜的頂部 喔 好酷喔 我個人想要它再鹹一點 我喜歡薑絲大腸 超滑 好脆喔 很酸欸 好開胃喔 嗨 大家好我是明璇 我是阿姨 我們今天呢 來到了苗栗 晚餐要吃的東西是 朋友特別推薦的 他說很道地的客家菜 聽說很厲害 然後他也來過很多遍 所以他就帶我們來 嘗鮮看看 來吧 第一道呢是油雞 雞腿肉 然後接下來這個呢 比較特色菜 這是紫蘇鴨 比較少見 沒有吃過欸好酷喔 感覺都很適合下飯欸 那個雞好嫩 我剛剛夾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超軟 好冰喔 醉雞的那種口感 冰冰的 皮超Q欸 這個還蠻好吃的 可是油雞 好像就是這樣 還是有不好吃的 油雞 皮好糖好脆喔 好幸福喔 它好多薑喔 很薑喔 而且蠻鮮的 紫蘇葉味道好重喔 這照片 好特別喔 這個薑米可以嗎 我沒有吃到薑米就是紫蘇 它比我想像中鹹好多喔 但配方的話很爽 那我蠻喜歡那個紫蘇的味道的 剛剛那一口都是薑味 感覺怕薑米要小心 但是很香很下飯 就不可以挑掉 它的薑很大塊 我覺得是挑得掉的 再來還有一道 這是什麼 我喜歡薑汁大腸 超滑 好脆喔 很酸欸 好開胃喔 真的 整體 比較Q一點 不過它也有那種很脆 就主要就是超級甜 接下來這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點的客家菜筍 它是什麼 它是芥蘭菜的頂部 喔好酷喔 我不能以為是筍子耶 吃起來感覺就是芥蘭菜然後比較嫩 比較普通 因為有時候芥蘭菜吃起來很普通 我覺得它比起來又比較不普 調味也是就是正常 又加蒜炒一炒這樣 好酷 而且它的菜好脆喔 很脆欸 感覺剛剛拔下來 我喜歡鐵蘭菜 美蘭 下一個這個是蝦仁煎蛋 算是經典的菜色 這個就比較難做到挖的 都很好吃 它其實我這樣看不出來蝦有幾顆 可是我剛剛挖的時候覺得還蠻多的 隨便挖隨便有 嗯 然後它是那種很彈的蝦仁 然後還是有加蔥在蛋裡面 但我覺得它的蝦仁煎蛋很清淡 很香 但是說有些外面做起來會超爆油 我吃過好幾次超爆油的那種 蝦仁煎蛋 它們家我覺得還好 我個人想要它再鹹一點 通常是它們自產的耶 就是自己種的 可惡 很脆很甜 那個那個那個泡泡 那個那個泡泡 喔好香喔 聞起來就是一般蛤蜊湯的味道 但喝起來多一股甜味 我覺得可能就是那個什麼 冬瓜 那我覺得它九層塔味也很重 有捏 冬瓜蛤蜊湯原本就是會放到九層塔的嘛 那我覺得它的九層塔是加分的耶 它確實吃起來我覺得比較清淡一點 它的湯好清喔 我覺得有感受到 就是要嘛 特別寫 然後很好下噴 要嘛比較清淡 然後吃那個菜的原味 可是它也是有炒過 也是有一點那個蒜頭的香氣 不是說什麼完全沒調味 這家店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的份量啊 是浮動的 就是看你幾個人 然後老闆就會幫你配份量 所以你今天就算兩個人要來吃的話 也可以點四五樣菜 對 它就是每一樣都吃在兩個一份這樣 這樣子很棒耶 所以價錢比較不一樣 大家可以先問清楚 不加前菜 喔 不加前菜 是 因為魷魚 排肉一定會有 魷魚比較貴 它們會用肉皮幹 喔 有點香 蔥比較貴 它們會用清餐 喔 就是魷魚 蔥跟肉 蔥 三層肉 三層肉 越炒越香 它是正版的 對 越給一鍋就越香 香 客家人以前從大陸比較慢來的 所以都在海山縣這一站 所以去山上開墾 這個東西炒好 肉跟那個魷魚炒好 它蔥另外一隻下一直這樣 一直回鍋 一直回鍋 搞不好大家要吃一個禮飯 一直有那個香味 一直回鍋 所以它這個標準是這樣做 如果你加豆腐乾 搞不好你早上放下去 下午就酸掉 因為豆腐會臭酸 對 然後蔥葉炒會越香 芹菜稍微這樣 到晚上會變色 因為品質就變掉 所以吃到這標準是這樣 我們這個魷魚是比較厚 用蒸阿根底 我們市場買比較薄的那個 那炒起來就不香 以前客家人怎麼會有阿根底的東西 現在我們找的材料 是比較好的 對啊 不過後炒起來香度不夠 所以蔬菜都是自己種的 喔厲害喔 我早上是蘑菇 很新鮮 謝謝 謝謝 有酒的味道 好香喔 就是客家小炒跟我平常吃到的 肉炒麵的客家小炒味道完全不一樣 嗯 差很多欸 它有那種酒香 其實那個酒香也不會到 太濃到你會燙 很棒 然後怕青菜的人也可以吃了 因為它完全沒有加青菜 嗯 我覺得也比外面吃起來 沒有那麼死鹹 因為其實外面很多餐廳店 那個這樣子客家小炒味道很好吃 兩個我都可以接受啦 它的魷魚真的很大條 腰起來很開心 口感很韌性 因為牙齒不好的話不適合 但是很好咬起來很爽 那個沒泡就叫做廢物蛤蜊 反正只要沒有 沒有泡泡蛤蜊都叫廢物蛤蜊 它也有可能是品質不好 也有可能是品質好 但是被煮太久撈了 它的泡泡破掉了 除非你今天就是要控湯 你要讓蛤蜊的鮮量 吃到湯裡面 不然如果你是為了要吃蛤蜊 你不能丟下去 然後就不理它了 對 你要用那個網子去顧它 一次不能煮太多 不然你會顧不了 一定要有泡泡 對 剛打開會有泡泡 但剛打開通常八九分熟而已 你要數個十秒左右 很久沒有人讓它講這麼久蛤蜊血了 那生蠔會嗎 生蠔它不吃 生蠔不會也是 它不吃生的 吃飽了 對 我覺得我今天最驚豔的 真的是那個紫蘇鴨 對對對 我覺得它是我吃到裡面最特別的 因為我在其他地方沒有吃過 它很神秘喔 我吃第一口的時候覺得 這搭配好像有點微妙 但是在繼續吃 就會覺得 欸它們越來越搭 有點上癮 那個紫蘇葉的味道出來之後 反而還會覺得 欸有點清爽 但是紫蘇葉它本身就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香氣 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喜歡的話 就是一定要嘗試看看 然後我自己 反而很喜歡它們的油肌耶 對對對 就特別好吃吧 可能我本來就很喜歡吃那類的雞肉 然後它們家的菜都是自己種的 就是它本身就是很脆很甜很新鮮 吃得出來 然後內用的話 飯可以無限去 然後會有餐後甜點 茶水可以自己去取用 它的茶很好喝 是賣茶加紅茶 沒錯 有推 然後我們有跟老闆聊一下 他說他們比較不像傳統的客家餐廳 傳統的客家菜會更油更鹹 它這個已經算是 減油減鹽的版本了 而且他說完全沒有味精喔 對 超讚 水果也是老闆家自己種的 好吃 如果喜歡水果 聽說也可以跟老闆訂 反正這間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而且現在已經接近客滿的狀態 這間好像要定位大家才會有位置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先打電話定位喔 然後我要補充一下 它那個紫蘇鴨啊 它的鴨很嫩很好吃耶 因為通常鴨肉非常容易乾 可是它的鴨肉不會 很好吃很讚好喜歡喔 可以來嘗試看看 我覺得有蠻特別的地方 對很值得吃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不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可以喜歡的 有什麼想說的話 喜歡我們的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就不要忘記放網民送我們Facebook 想支持我們教育教會咯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